各位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汽哥 我們氣快晨早新聞報傳 汽哥,麻煩你 來到5月4日,星期二 今天天氣大致多穩 局部地區有趙雨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最高氣溫約30度 最低氣溫24度 吹和緩的東風,逐漸吹和緩的偏南風 展望明天也有幾陣趙雨 接近週五,星期五才會大致天情和炎熱 周末才會好天 好,先喝幾天 確診數字未有最新公佈 現在說回最接近大家的疫情新聞 上月初底說,印度婦人染變種病毒 在尖沙咀美園大廈45戶撤離 要檢疫21天 出事了 強檢,又要隔離 這個遊戲玩了很久 有些人說,你是不是鼓勵人 強檢什麼,強檢什麼 其實不是鼓勵 香港一直都是發生這些事 不過你這麼幸運,你沒事 我們暫時都很幸運 不知道什麼時候,大家不幸運 有些人都覺得是很幸運 然後我在Facebook看到有篇說 她終於可以不用對著她奶奶21天 另類的,幸運 難說,我自己就不想這樣被隔離 你說搬去一間酒店住21天 我們現在都差不多才住了21天 很難的 我們可以出街逛也很難 何況是這樣搬東西給你在門口吃 說屈都屈到病 很辛苦 現在報回星期六 有六個人打疫苗後送丸 越來越少 不知道為什麼 數字相當良好的 就說49歲女子的心季高血壓要留意 真的越來越少 之前說十幾二十幾 三十幾都聽過 四十幾人中風都聽過 一天來 那數字越來越少 不厲害 好,稍後再跟大家報這個確診數字 剛才說到尖沙咀 說回尖沙咀 比較juicy的新聞 東桌西網走到尖沙咀直擊一件事 就說有這個咸豬手集團 專向三十歲的女士賣手 搞什麼呢 有個小朋友 黑癡癡手骨線 去找人拍照 假扮遊客 最先會假扮遊客 要求對方幫自己拍照 之後就提出合照的要求 這樣也會 喂,希哥 既然有人走過來找你合照 你無端端無端端 我們這些人有不同的說法 我們不拍的話 又是很麻煩 你看看,他是否遊客 如果他是遊客 即是不認識你 不認識我們 如果他是遊客 說是光光的,你跟我拍一張照片吧,你會不會拍呢? 我幫你拍啦,你自己拍啦 對啦,我就不會啦 如果你說普通香港市民認得的,沒辦法 免得被人在連燈掃臭而已 串的,裝模作樣的,不拍照 如果你說普通不認識的,不會拍,我一定不會拍 希哥都說不會拍的 但我們看到很多女人都會合照,沒有頭 合照期間,才會把手放在對方的肩膀上,假裝朋友 然後慢慢掃落空側 就算對方渴止他,這個男人已經握了波邊了 他說尖東有這樣的情況,還不是一個,是幾個人一起做 對啦,見到有一個我認識的,叫東珠的主持,王詠君 就說去訪問那些人的時候,追訪那些人跑 問他什麼事,為什麼會這樣,馬上跑就走,走到地鐵站 就拍不到,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那香港政府會不會派警察去看一看呢? 對啦,拘捕這些人呢? 真的咸豬手啊 那大無私養主集團式的非禮 對啦,真的離譜 說開非禮,大家都很開心,聽那單吧 診所醫生,就涉非禮女護士 愛出吃飯,牽手,兼摸胸臀 問事主可否當女友 哇,這些也是,很過份啦 怎樣啊?五十幾歲的那個醫生 就涉非禮這個抑鬱症的女護士 嘩,真是不得了 五十幾歲的醫生,就被指在私家車上 非禮一名年輕診所女護士 案件就昨天在九龍城法院審理 女事主因應考文憑史 其母親出庭講述女兒 提及事發經過 指被告當日而為開解患有抑鬱症的女護士 特別是駕車載女事主去尖東午餐 期間被告就曾牽女事主的手 又摸女事主的背部和臀部 亦問這個事主可否當女朋友 至二人離開時被告有親 幫女事主扣安全帶的時候 摸到她的胸 就維持三十秒 哇,三十秒很長啊 你想想三十秒啊 半分鐘啊 三秒都說,不小心啊,三十秒啊 被告關國安被控一項非禮罪 就在上年三月十四號 揮蝕女子X 那女子多少歲那些不說的 沒有說到的 那這件事呢,真是喉琴那些 又是,上次又說什麼牙醫 牙醫那件不知見還是留 她肯定說沒事 那這件呢 這件有沒有事啊 你扣女五成 辯方指示主 X主動牽被告的手 看裡面那些 不知道是扣女還是什麼 但有些人扣女也是 無手無腳的 還沒得手之前已經又拍屁股 又搭肩膊 扮好朋友 很多的 我以前中學十幾歲就說不認識這些 五十幾歲就沒理由這樣 說一下摸空那一段 事主母親清 根據女護士所言 女護士之後登上被告七人車後座 被告為她扣了安全帶期間 有摸旗左邊空 由彎身伸入她裙底撫摸 嘩 X的胸部怎樣可以裙底撫摸 由裙底撫摸 嘩 為時三十秒 被告見這個女護士面有難色 情緒緊張才停止 也載她回家 跟著這個女護士就哭泣 嘩這樣不行 你在裙底撫上去摸空 這件事很恐怖 不知道 那就給法官審 純粹說給大家的色情仔聽 等大家醒醒神 哈哈 有這樣的事真是恐怖 又不走 在車上怎樣走 走去哪 看到嗎 這些很恐怖 不要亂上別人的車 不要亂上 又說了一點點疫情 都說印度是很嚴重 但是美國媒體說不要放眼印度 有三個國家的疫情正在惡化 第一個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 目前成為最高感染的歐洲國家之一 我看香港的新聞好像剛剛說 土耳其的飛機 第二就是伊朗 伊朗每天的死亡數字都繼續創新高 不少市政需要強制局部封鎖 第三就是南美的情況都不樂觀 巴西 巴西足球大國 超過1450萬的確診 近40萬的死亡數字 就是全球疫情每百萬死亡人數最高的國家之一 對呀好像比印度還厲害 印度好像沒有死40萬人 對呀 就是在說世界各地也很嚴重 再說一點點 印度男人入境中國解除隔離之後 驗出陽性 哇 隔離也不行 就是陽性 再出來 期間到訪多個城市 會不會傳入中國變種病毒 就不知道 他這樣報就告訴你 說說其他 不要經常都說這些 說說利君雅不獲續約 本月底就離開了 就不能在港台上做了 還有今天就開始關於YouTube舊片 喂 那些人應該全部backup了 我已經前幾天報了一串 對呀 不知道為什麼 前幾天 就是backup 這些關於片 要不要早幾天告訴你 其實我也不明白 放了風 那些人應該要back的都back了 那些很勁抽的港台節目 李君雅是不獲續約的 也是預料的 因為他的作風是比較主動積極 就不像香港的記者 問得來沒那麼像風銳利 那不怕說 其實我認識利君雅的 那些家人的 但是他的家人就不可以說是誰的 那說他的性格本身也是很挖強的 他要做到的事是一定要做到的 那看得出其實他是香港新聞的寶 來的 我們香港是需要這些記者的 但是就事不宜他 那究竟之後他會轉去哪裡呢 那希哥好像說不怕了 他讀這麼多書 是吧 對 又出了名 出了名 這些出名 我想記者界 我不知道誰敢聘請他 不過你說如果要做記者也不難 就像我和你一樣 每天都在做新聞主播 但我想他這些讀書出來的記者 就未必肯屈袖 去報這些叫二手新聞 不過我們的二手新聞也很快 你知道 一定快 你看一手新聞和聽我們二手新聞 基本上可以是同報 那我想他就不似做這些 那別人始終是一個理念 是想做這個記者 那看看吧 之後他怎樣去留 或者怎樣都要 大家香港人密切關注 因為我見很多都很喜歡他的 畫了畫給他 說他是我們香港人之光 我都很proud of這個姐姐 對啦 跟他說一聲加油 再說 有個人 搞笑的 男子迷糊醒來 發現身處飛鵝山山邊 銀包不易而非 好奇怪 但是電話又在 究竟什麼事呢 凌晨1點鐘 就說警方接一個男子的報案 就說自己一覺醒來 他竟然身處山邊 而銀包等財物就不知所蹤 於是報警 由於不知自己在哪裏 就報案中心人員找不到他 那我去到 叫他找到 找到一條登柱 就寄下一個號碼 就報警 然後 警察就上來兜他 對了 由護車就送去 觀塘基督教聯合醫院治理 送院時清醒 事主30歲 手腳有乳傷 但不知為何斷了片 最奇怪的是 你偷了銀包 為何有電話 留給他 這個很奇怪 另外有些網友 就說 是不是UFO 外星人事件 是不是他自己喝醉 不知酒去哪裏 掉了銀包 不知道 喝醉斷片 我有些朋友都試過 沒了爬牙醒來都知道 他都說不知發生什麼事 但起床沒了爬牙都有 另外有人就說報假案 你被人打劫 你何來電話報警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掩驗過屁股 會不會留下了一些DNA 嘩 對了 不知什麼事 有人就說 是那些同性戀群組 我不知道 真的真的不知道 純粹說一下 有些事情 所以大家真的不知道 有時候醒了 為何會在這裏 其實我每一天睡醒 我都覺得自己 不知為何會在這地方 那種感覺就好像每天都重新來過 很好笑的 再說 趙細曾 之前的獨立屋被人打劫 剛剛最新的新聞 就是遊艇租外傭霸佔開船票 哎 做他的外傭 真是very good 真是 以警告涉事外傭 並不打算解僱對方 嘩 幾位大方的有錢人 難怪這麼多女人喜歡他 八十幾歲 又多女 又成成 就說 他有一件這樣的事情 就說 看到有些外傭 拍了一些遊艇照 之後發現 遊艇是 就是 他的兒子發現 就說 那個船是我的父母 最後 口頭警告算 對 很大方 所以 你說做工人 都要選擇來做 很多那些工人 兩個都上班 他就劣住你的狗 在你的特大露台 嘆咖啡 是不是 當然 你就辛苦 拿錢回來 供那層樓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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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為何這麼多外傭 要求自己有獨立睡房 我那時候 第一次上的豪宅 帝景園 他們說第一代豪宅 是不是叫帝景園 我也不記得 在中環半山爺 那時候也是我朋友的媽媽在那裡做終點 那我就開給我們進去玩 他說 那個老闆 經常都不在香港 他們 有間屋子在那裡 也是飛去其他地方做事 那時候真的益了大家 對 不要管了 這些就是上流社會的事 再說一件 再說一件 五歲女童案 那個繼外婆 就若而 那個罪成 就 判刑五年 這樣就上訴 我打算 五年都 算是這樣的 還上什麼 你看著 你這些 又違約袖手 旁觀 有份又 成成 你這麼大的人 你帶她去補糧局 都可以 唉 總之他這些 五十六歲 運你五年 出回來 錄阿頭 雖然你沒有親人 那個女兒又夾 終身監禁那些 五年和十五年都是一樣的 對這些 那麼殘忍的人來講 唉 不知道他了 總之提出上訴 不知道他行不行 有些網友當然說 不要放過他 是不是 有些人說活該 還想著 什麼 減刑 應該加刑 我覺得五年都是判得少的 是不是 你在旁邊 有人現在還說他在什麼 還敢上訴 裝無辜 可憐那個小妹妹 被你那些人渣折磨 都不是人 對 我也覺得是 所以香港的新聞 就是看都看不盡 今天其實還有很多新聞未報 不過都不能夠一盡錄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 講新聞報寸 謝謝希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分享出去 留言給like 下條影片見 拜拜